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驗查防害海關檢疫的人 違法的人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負責人說入境人士無論是否中國公民 如果未有配合海關衛生檢疫的工作 隱瞞疫情或偽造信息等 引發新冠肺炎傳播的危險 都屬於防害國警衛生檢疫行為 會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我被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